我们现在就散开 那个院长等一下那个协商结论 先让我讲完临时动议好不好 宣布散会关掉麦克风 立法院长韩国瑜洗身就要离开 不管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 还在要求提临时动议 有有有 已经发到各党的手上 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拿起他杯转身 国民党团总招傅昆琦编低头滑手机 韩国瑜水壶拎着也跟着离场 留下吴思瑶把提案念到完 在澳洲荷兰国会相继通过 拒绝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 替2758号决议的动议之后 民进党团希望呼应 要求朝野党团就2758号决议 不设台湾主权发表联合声明 可惜提案还没念完 就连立院转播都 直播画面无情喊咖 吴思瑶越念越气 痛皮蓝白联手没收提案 吴思瑶说临时东一被您出报没收 好谢谢大家 他说您是还打中国压力 最悲愤的一次 当我对着空气还被断讯 这是什么立法院 所以自己的国家自己挺 吴思瑶讲一讲 还望向天空不让眼泪流出 蓝白看了没有想秀秀 反告大酸演员上身 民众党团在今天的政党协商之前 已经主动召开记者会 表示我们乐观其成反观民进党 竟然是搞突袭 还念到哽咽 真的是言很大 2758号的决议文 当然还是必须以中华民国为主体 重点还是赖清德必须要放弃 台独分子以及台独党纲 生怕一举一动 让两岸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加重 对比民主盟国纷纷力挺台湾 走进国际 国内自己人反而少了份勇气 进行李行蔡澄又有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